提到了美式漫画 大家马上联想到的将会是超级英雄的题材 美国漫画产业是在1940年代 由超人带起了一个黄金时期 超级英雄角色 风靡了全美 不过二战之后兴起的反战热潮 造成了漫画英雄逐渐的没落 甚至之后还遭到相关的内容审查 无论是漫威还是DC 拥有各种超强特异功能的漫画主角们 风靡全球无数粉丝 漫威把漫画搬上大萤幕 从刚给人到最新的黑寡妇 一共24部电影全球票房 超过228亿美元 扣除超过45亿美元的电影预算 依旧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系列电影 不同于日本或是其他国家的动漫 有各种五花八门的题材 美式漫画的主题却似乎总是绕着超级英雄打转 因为超人的横空出世 漫画成为当时美国最普遍的娱乐产品 光是一个星期的销量就高达8000万到上亿本 而1940年代的美国人口才只有1.32亿人 二战时期爱国主义心思 主角无坚不摧的形象更是受到崇拜 大批漫画英雄因此诞生 像是政治正确的美国队长 就是非常受到欢迎的角色 只是随着二战落幕 对战争的无奈也延伸到漫画题材 敏感的出版商立刻见风转舵 各种爱情侦探犯罪类的主题成为热销商品 随着读者的口味越痒越大 像是惊悚恐怖也成为主流题材 只是大量暴力色情 甚至是反社会的内容 也开始出现在这些 青少年最爱看的漫画当中 就如同现在对网络产生的疑虑 当时从教会到政府 都掀起一股反漫画的声势 上千本漫画遭到焚毁 心理学家威特汉 更直接把青少年犯罪的矛头指向漫画书 一九五四年 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 一阵言词地阐述漫画书 带来的负面冲击 牵动了整个舆论走向 我觉得很多年龄都会震怒 美国政府因此成立漫画管理局 相关出版品都要受到审查 漫画业界被迫退让 美国漫画界进入业界黑暗期 影恶扬善符合审查条件的超级英雄 就借着这波趋势再度重返热潮 在大批心理研究被推翻之后 英雄漫画热潮不减 依旧是最主流的故事主角 陪伴着不同世代的大人小孩 继续成长 TVVN新闻 总共报道